哈喽 哈喽 大家好 今年是2022年 1月30号会迎来菩提亚最重要的选举 实际上就是国会选举 菩提亚的执政党是 谁在国会中的占有的席位最多 那么谁就能够获得最终的执政权 就是所谓的总理 prime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就是the first 就是部长 大家应该叫部长会主席 所以说呢 其实很重要 我觉得呢 普太亚这几年以来一直都比较左 然后呢 他的右派一直很抬头 实际上如果你要是回头看的话 你要是回头看的话 其实2015年的时候 左派PS并没有赢这场选举 而实际上是PSD获得40%多 但是他没有获得议会的绝对大多数 所以说呢 安东尼奥科斯塔做了一个 所谓的国会政党联盟 把就获得了执政党的是联盟执政党的位置 然后呢 在后来的选举中又连任了 那么就是在今年20 今年1月30号的时候 是会进行国会选举 所以呢 来看一下 不大家这样会像 我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 这一次 PSD右派政党的胜算可能比较大 因为现在里斯本是首都嘛 然后里斯本的那个 就是市政主席 市政府的主席的位置已经都被PSD拿走了 你想想PS就是 里斯本的这个市长的这个位置 是普特亚总理的风力项目标 安东尼奥科斯塔当时也是从总理这个 从里斯本市长的位置上去到选总理的 然后呢 一直 而且对于PS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一直是他的基地 所以现在 他失去了首都的这个大本营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一次 所以整个选举的形势对PS并不好 尤其是加上新冠 经济确实也不好 然后人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接下来怎么样面对高失业率啊 然后就即一旦发完了以后 这个离开新冠怎么样重建工作 这些都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问题 包括我们这个小老百姓也非常关心的问题 所以说呢 我还是带带 今天呢 就大家来看一下PSD的 就是PSD是叫做 PARTITO SOCIALISTE DEMOCRATIC DEMOCRATA DEMOCRATA 然后就是他的就是 普通牙 社会民主党 PARTITO SOCIAL DEMOCRATA 我再念一遍 DEMOCRATA DEMOCRATA Sorry DEMOCRATA 然后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那个选举纲领 首先 这东西很长啊 如果你要是一个 POLITICO JUNKEY 就是特别喜欢看政治的人 你可以停一下 因为他是一个中间偏右的政党 实际上 在欧洲来讲 他说所谓的中间偏右吧 就是因为他会更鼓励小企业 这要是放在美国 他其实上 也是属于 要是放在美国的话 他实际上是属于左派政党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们的 他们一般的 他们现在出的竞选纲领啊 来第一页 我之后会把这个东西 他们的竞选钢紧放在链接里面 如果有人有兴趣的看一下 很长很长一百多页 我们直接看一些重点部分的 首先第一点啊 impost to engarge fiscal 就是大家都关心的税务问题 就是把那个公司所得税 变成 从百分之21 降到17 然后分成两个阶段 在2023年和2024年 分别这样讲 I like it 就是你看啊 就是他说 就是增加这个 起收的基础 就是现在是你如果 公司的营业额 是超过25,000的话 你就要交这个 所得税 他说要把它改到10万 I like it OK 这是第一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very good start Let's go Next one review review 这个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不具体 就是说 就是简化ERC 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增加 它的简化ERC 来增加它的那个税务竞争 就是可能吸引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 吸引金钱吧 但是I don't know 这个没有什么具体的 所以想要 这一点 是讨论的 IRS 在800,000 400,000 在2025 和400,000 在2026 所以说 它是 在互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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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解讯 are 讨论的 讨论的 划算 的划算 1350,000 划算 在互相关 在互相关 660,000 这就是说 它降低80万欧元收入 80万欧元收入人群的这个所得 其实 我觉得在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 就是拜登选的那一次 我跟踪了很久 说实话 我觉得efs这个东西 就是个人所得税 rich people don't pay this 就是真正有钱的人 这个各种利用 各种利用之后的话 可能efs的增加和降低 并不是一件非常绝对的事情 尤其是越 这个东西都是针对这种中产阶级的 真的是针对中产阶级的 相当于这种年收入80万欧元以上的这些人 我跟你讲 年收入80万欧元 他如果给你报80万 今晚是几百万了 那就是 有钱人不会付税的 这些都是 在我看来这个就是浪费时间 然后各种各样的计算 然后去模糊公众的焦点 这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count 看一些具体的东西才行 这个 这两条我都觉得 nothing 然后再来 我可以 这个可以 he already have a reward 这个我就马上给他投票了 但是说在短期的降低餐厅的各种EVA 然后就是餐厅的交易税 就是就所谓的增值税 从2022年7月一直到2023年的12月 降低餐饮 降低餐饮类的增值税 这个是为了刺激旅游业嘛 然后也会刺激这个消费 所以 I like it 如果是这个最可以信的话 you already have my vote 已经有我的选票了 再看 啊 reforçar a fiscalidade verde fiscalidade verde con impact orzamentale neutro usando as receitas para reduzir ainda mais os impostos sobre rendement 就是 这个是关于所谓的 绿色 税务 就是 降低各种的 就是 就是 为环境保护的吧 我以前搞不懂这个东西 所以 如果懂的话 有懂的朋友 可以 讲一讲 我就觉得 什么绿色税务 什么税务 这我没有怎么研究 我觉得那个 I don't know 我可能是那种 反逻辑的 我不是特别相信 climate change 不是 不相信 climate change climate is always changing 就听上去很像 特朗普讲的话 但是 就是 地球始终是在变暖的 现在还 我不是说 人类的生活作用 人类的生活和 人类的这个 东西 对 对这个 没有影响 但是具体有多大的影响 而且我们这些改变 真的可以足以改变这个整个环境吗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所以 我有我的疑问 但是我也不说这个东西不对 因为我确实不懂了 不管 这个不明白 然后再看下一个 这个是废话一句 简化和更好化 那个税务执行系统 这是废话 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再次看下一个 第一部分是税务的 有几个具体的政策 我觉得不错 其实我觉得PSD这个东西写的 他这个里面有一些私货 就是一半是属于有具体的执行的东西 然后有一半没有具体执行东西 比如说在第一个 降低EHS 降到具体降到多少 然后在几年之内实现 然后还有这个降低增值税 就是餐饮业增值税的这个也很不错 所以因为这很具体 因为就是他们的竞选纲领的时候 如果把东西讲得很具体的话 你以后就很容易找他的查 所以他们一般都会讲一些空洞的话 什么简化呀优化 这是屁话 简化优化 谁会讲啊 到底怎么简化怎么优化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两点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 有六点关于税务的东西里面 有两点是实际上有价值的 其他四点也有价值 但是不是特别的有价值 好了我们来先看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经济的 这个也是废话了 就是搞更好的这个 提高更好的这个叫什么 经济司法裁决 然后这也是什么 增强 银行 然后还有国际的这些东西 这个这些我就觉得 在美国竞选的时候看也好 在这个欧洲竞选的时候 不关键各个国家了 就是这些竞选的人 都经常讲这些屁话 空话 没有价值 什么增强 什么增加 什么减少 怎么减少 怎么增强 这些具体的东西 你要增强多少 增强到多少算增强了 减少到多少算减少了 然后怎么样是标准 到哪里才是好 他们不会讲这种具体的话 如果就是 如果你讲的很具体的话 就容易被人找茬 所以后面就会出现 就是讲这些磨能两可 什么增加 什么减少 增加减少到哪个程度 这个所以我不喜欢这种 这种所谓的 这就纯粹是 papaganda 纯粹是宣传口径 而不是具体的执政的 这个竞选纲领 这个查评 program de apoyar de apoyo al concentración de fusão 这个是 唱电 帮助公司的 各种计划 但是你看也没有具体的东西 无法评论 无法评价 你要说 创建帮助公司 创建的计划好不好 那当然好 那怎么样帮助 你给我一万块钱 两万块钱 五十万块钱 一百万块钱 什么样的 就没有具体东西 所以 无法评价 implementar rapidamente a conta corrente entre AT e os contruintes e vansar para uma conta corrente entre admixtran central e es imbreses implementar habitamente a conta corrente entre 就是 在税务局里面 更好的建立 这个 就是每一个个人 或者每一个公司的 自己的 这个 税务系统 耶 这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 好 就是还是没有具体的 什么东西 就是听上去都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这下面 就可能就会更空的东西了 就像你看 比如说 再下一个叫 inversante conhecimiento 就是 inversante conhecimiento 增加 知识的革新 就比如说 technologia 这些的 这也都是一些 比较空的东西 然后再加下来 是 education 增加教育 和 人口的增加 教育 各种教育 insinu 然后高等教育 然后那个 健康 saudi esne sum prediket saud orientad byle professant duens 他说 希望创建一个 能更就预防疾病的健康中心 还有问题的 sistema de saudi heal isal heal heal sand line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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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没有具体的 然后他接下来还有就是讲到司法系统 然后讲到环境保护和那个新能源 然后接下来然后就是到这些部分 总体来讲哈 这个就是过于老化也过于成就的一种 的党派竞选的纲领 就是假大空为主 然后偶尔呢有一些 你看他就觉得他自己很有信心 然后算的很准确的这种东西 他就给你写的很具体 比如说降Eva这个事情 然后再比较什么时间降 然后比如说降公司所得税的事情 当然做一个右派政党这是必须的 右派政党上台就是要降税降税降税 然后为小企业家 为各种各样的企业家的那个 劳资主来进行一些服务 右派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但是呢光凭这个 他要降Eva降增值税 我就可以投他票了 我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特色 也不是特别能够展现出 他是一个右派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作为一个反对党 他并没有提出一些 最根本性质的问题 而且根据这种问题来下药 我觉得这个写的一般 其实真的普达这些竞选的东西 比美国那些差好远 以前看美国的精选的时候可积极了 我每天都看 普达这些确实差很多 但是普达特别特别乱 而且他们写这么长 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好好的讲一下 因为他应该弄一个像特朗普一样的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对吧 就是有那种catch phrase 他的catch phrase 这次的slogan是North-Orizent-Sprt-Gal 你想想这么难念 North-Orizent-Sprt-Gal 就很难念了 就是新的 新跑道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反正就是比较一般 好了 今天你看PSD 但是我是觉得PSD就这样 已经算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了 应该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应该是PSD会赢 如果PSD即使拿不到绝对多数的话 他可能也会联合其他的右派政党 因为PSD是一个 还有人民党 然后那个PCD PCD 就是那个宗教 比较宗教的那种党 比较左的 比较右的那个党 有三个比较右的党 然后普达有三个比较左的 四个比较左的党 所以四个左的党连在一起 打败了这个PSD 那么就这一次PSD 在里斯本政府的选举上 里斯本市政厅的选举上 已经获得了 齐开得胜 获得全胜 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一次 整个国家选举上面 他也应该是会赢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终于 其实真的可以看一下 葡萄牙在右派政党里面 手里面的时候 会这么一个什么样子 因为左派政党确实太左了 各种各样的劳工 法规这几年弄下来 就让企业主啊 小企业 小企业家 就是真的是很痛苦 希望能够 因为你说你要一直右 其实也不好 这个对于整个社会 就会 贫富区别差别 会越来越大 但是呢 如果是你一直左的话 也不行 其实真的还是要左右平衡 不能够老是一边一倒的 这样子 就是你这个PS 已经执政好多好多年了 对不对 你该下台了 好吧 今天就到这样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关注选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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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